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元反弹在旺 巴克莱预计美联储降息幅度被高估 英特尔股票大涨 美联储9月决议前的最后一集 今晚公布关键数据 欧洲央行官员10月降息概率很低 美联储降息50几点 小盘股迎风起舞 美联储降息无充分理由扎打银行称 新加坡新屋销售陷入历史低谷 福特CEO中国电动车企业势如破竹 美联储降息四见在闲 美元走低 欧洲股市普涨斯托克50指数攀升0.4% 警报突然袭来 下面播报详细内容 卡车斯基工会本周将现身support大选关键州命运 美国卡车斯基工会主席肖恩 奥布莱恩表示 拥有一百三十万成员的卡车斯基工会可能在周三决定支持谁成为美国总统 奥布莱恩在与民主党候选人卡玛拉 哈里斯会面后表示 我们不能再拖延了 卡车斯基工会是美国最大的工会之一 大多数主要工会都支持哈里斯 工会将于周三向执行委员会提交会员投票结果 决定是否选择哈里斯或其他候选人 奥布莱恩表示 工会代表在与哈里斯的会谈中 讨论了亚马逊公司的工会问题 以及管理工人加入工会能力的拟议立法 哈里斯承诺 如果当选 将与美国国会合作 通过立法 使组织工会变得更容易 并一劳永逸地结束工会破坏 卡车斯基的支持可能是决定11月5日大选的几个关键州的一个因素 其中包括工会成员人数较多的密歇根州 内华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美联储降息首秀悬念 幅度仍未定 美联储即将做出今年最重要的决策 预计将降息50个基点 前美联储高级顾问威廉 英格里希表示 如果美联储官员认为经济增长和就业面临更大风险 而不是通胀 他们可能会采取保险措施 即降息50个基点 英格里希认为 最近的就业数据下降趋势让他更加紧张 导致他更支持降息50个基点的观点 美联储官员通常倾向于以25个基点的步伐加息或降息 但当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率立场与风险平衡没有很好的保持一致时 他们就会行动得更快 美联储官员埃斯特·乔治表示 通胀仍高于美联储的目标 经济总体状况良好 可以从25个基点的降息开始 然后根据情况加大力度 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也表示 最近的数据表明了持续的降温信号 希望经济保持平衡 美国达拉斯联储前主席罗伯特·卡普兰认为 如果美联储官员考虑一下他们不太可能在本周的会议上对哪个选择后悔 那么以50个基点的降息开始宽松周期是有道理的 卡普兰表示 美联储应避免经济进一步走弱 以免再度引发通胀 中代股集体上涨 理想汽车狂涨超5% 达达集团股票今日开盘暴涨超8% 理想汽车上涨超5% 小鹏汽车华柱涨超2% 此外 Bilibili京东阿里巴巴百度 蔚来涨超1% 网易富途控股涨近1% 好蔚来拼多多 邪城贝壳 微博等股价也纷纷上涨 美元反弹在旺 巴克莱预计美联储降息幅度被高估 美联储将于本周四公布9月利率决议 市场预计将开启降息周期 但对降息幅度存在分歧 巴克莱外汇策略师Skyler Montgomery Conin认为 美元可能反弹 因为交易员高估了美联储本周降息的幅度 并低估了即将公布的美国8月零售销售数据 Conin预计强于预期的零售销售数据将使市场压住较小幅度的降息 从而提振美元 他认为8月零售销售数据将强于市场预期 上个月的零售销售数据也非常强劲 这可能会让市场定价更倾向于降息25个基点 Conin还表示市场往往反应过度 高估美联储的降息幅度 当预期出现拐点时 美元就会反弹 预计Bloomberg美元现货指数可能会上涨1% 英特尔股票大涨 英特尔股价连续两天大幅上涨 涨幅高达700% 引发股价上涨的两个消息 是英特尔签下AWS制造定制的人工智能芯片合同和CEO帕特 基辛格宣布公司计划中的成本削减措施 英特尔计划出售其可编成芯片业务 Otera的部分股份 并将暂停德国和波兰的工厂项目 停止马来西亚的制造项目 削减全球办公地点的数量 此外 英特尔还计划将其代工业务 EVS部门独立运营 英特尔成本削减措施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将EVS业务独立运营 并计划出售部分股份 英特尔还将获得美国政府的直接资金支持和贷款额度 以支持其代工业务发展 此外 英特尔还在争取拿到索尼PlayStation6芯片的定制合同 预计可带来约300亿美元的收入 赢得索尼游戏主机业务将对英特尔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美联储9月决议前的最后一集 今晚公布关键数据 美联储近年最重要决议将来袭 降息50个基点 预期重燃 根据华尔街预计 8月零售额环比增加0.2% 较7月的1%大幅回落 如果零售数据过于糟糕 美联储可能降息50基点 今晚美国人口调查局将公布8月零售数据 这是美联储9月利率决议前公布的最后一个重要数据 华尔街预计8月零售额环比增加0.2% 剔除汽车和汽油 零售额预计环比增长0.5% 许多分析师认为 美联储可能采取更为谨慎的措施 将利率下调25个基点 但如果零售数据远低于预期 美联储可能会担心 疲软的劳动力市场正在拖累消费者支出 这可能导致更大幅度的降息 零售报告的影响不仅限于9月降息 还将被纳入美联储每季度更新的经济预测摘要中 分析师认为 2024年底中性利率水平应该显示至少降息75个基点 欧洲央行官员10月降息概率很低 欧洲央行管委西姆库斯昨日表示 10月份降息的可能性非常小 因为10月份不会有太多新数据 经济正在按照预测发展 他认为当前经济形势稳定没有必要采取减息措施 美联储降息50基点小盘股迎风起舞 美联储本周可能降息50个基点 市场乐观情绪高涨 对小盘股的表现保持积极看法 iShares罗素2000指数ETF上周五收涨2.47% 预期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达到61% RBC Capital Market 全球股票策略研究主管Laurie Calvacina认为 小盘股的表现与经济高增长相关 2024年GDP增速的共识预期已被上调至2.5% 此外密歇根大学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出值上升 对小盘股来说是个好消息 BTIG首席市场技术分析师Jonathan Krinsky认为 小盘股在短期内可以提供比大盘股更好的风险回报 如果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 小盘股的上涨将加速 Jonathan Krinsky还指出 标普500指数距离历史新高仅有约1%的距离 可能在下周初达到 美联储降息无充分理由渣打银行称 渣打银行纽约分行全球G10外汇研究 和北美宏观策略主管Steve Inlander认为 近期美国经济数据不足以支持 FOMC会议降息50个基点的理由 降息50个基点可能比降息25个基点更加糟糕 Inlander认为下调25个基点的理由是 通胀数据不支持快速接近2%的目标 此外最近失业率上升也表明经济恶化 新加坡新屋销售陷入历史低谷 新加坡新屋销售势头不良 预计将遭遇金融危机以来最糟糕的一年 房地产咨询公司下调了销售预测 预计今年的销售可能跌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根据市区重建局的数据 开发商今年截至8月的销量不到2700个单位 预计2024年的销量将低于去年的6421个单位 且将是自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开发商和购房者之间的僵持不下 在努力应对新公寓销售放缓的问题 建筑商不愿降价 同时也限制供应 迫使潜在买家转向二手房市场 或等待借贷成本下降后再入手 市区重建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个月仅售出208套新私人住宅 为历年8月的最低记录 福特CEO中国电动车企业势如破竹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 试图打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企图 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福特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 法利近期多次访华 发现中国企业在电动汽车竞赛中 已经大幅领先 法利的访问行程始于2023年年初 他由此意识到 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实力远超预期 美联储降息四件再嫌 美元走低 美元下跌 因市场认为 美联储本周降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更高 根据LCG Refinitiv数据 市场目前认为 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 接近70% 瑞讯银行分析师认为 考虑当前经济数据 不建议降息50个基点 25个基点是最佳选择 但美联储可能希望避免降息25个基点 引发市场失望 同时也面临民主党人要求降息75个基点的压力 欧洲股市普涨 斯托克50指数 攀升0.4% 欧洲股市今日上涨 主要指数均收涨 斯托克50指数上涨0.4% 德国DAX指数也上涨0.4% 英国富时100指数涨幅最大 达0.7% 法国TAC40指数上涨0.5% 西班牙IBEX35指数上涨0.4% 警报突然袭烂 亚太市场出现裂缝 日本股市出现明显沙跌 日经225指数 一度沙跌超2%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认为 日元套利交易波动再次爆发的危险 美国金融市场流动性再度亮起红灯 纽约联储数据显示 9月16日 共有44家对手方在美联储的RRP工具存入 合计2393.86亿美元 这是自2021年来首次RRP的单日用量 跌破2500亿美元 国际清算银行发布报告 警告称 随着各国央行撤回流动性 投资者将被迫降低杠杆率 并重新审视风险策略 所谓的套利交易的解除 正是这种转变可能带来后果的最新例证 日本股市走弱 可能与日元汇率的走势有关 日元对美元汇率曾经升破140整数关口 美国降息50个基点的预期骤起 美元走弱 日元走强的预期可能会让市场 对于套息交易反转的担忧再度升温 国际清算银行货币和经济部负责人 克劳迪奥·伯里奥警告称 金融系统很容易重复出现波动 就像今年夏天一种流行的对冲基金策略崩溃时 引发的市场波动一样